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最近看到几篇关于美国的新闻,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感觉,看到美国的情况有些水浸眼眉,迫在眉睫的感觉 不信的话,不妨看下去,看到最后,我们再在座讨论 今晚开始之前也提提你,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儿子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到我的网站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美国的债务迫近35万亿美元 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撥款法案 令到联邦政府暂时避过关门的危机 但是美国的债务持续增长,几乎每100天就会增加大约1万亿美元 折算大约是7.8万亿港元,被受市场关注 有分析认为这样是有利于黄金和比特币等等的资产的 是的,你没听错,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美国债总额已经破了34万亿了 政府停摆也迫近,我相信如果最近有留意到黄金价格的朋友应该都会留意到 踏入4月份,金价年日破顶,再创历史新高 甚至有报道预料会继续走高,似乎大家都在纷纷地找避险的工具 大家可能都不理解100天多1万亿是什么概念 过往美国债务升1万亿大概需要8个月的时间 我说的过往只是在去年6月的时间 短短不够一年,升幅可以说是越来越快 提升债务的能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但如果说到减低债务的能力,暂时在美国身上就看不到 第二个新闻是耶论访华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耶论访华就中国出口传递强硬的信息 美中关系缓和受到考验 内文提到美国财政部长耶论访问中国期间 评击中国出口过多的清洁能源产品 此外,他还警告中国的银行 说他们如果为俄罗斯获取军用 又或者军民两用的产品的重大交易提供便利的话 将会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 说到尾,耶论主要就是说我们出口太多廉价的清洁能源 威胁到他们的价格 你眼前看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不过早在一年半之前,他们就说我们为气候带来影响不够环保 我看上去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而关于他提到中国出口过多清洁能源产品 其实早在3月的时候,纽约时报都已经报道过了 中国出口激增引发欧美国家警惕和担忧 理由是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就业和出口 在网上又找到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 是在2023年7月 他们对于正在经历疫情放宽的中国进行批评 说中国上半年出口迅速回落 担心它会拖累世界的经济 原文我在网上已经找不回了 如果查证到的朋友不妨留言告诉我 反正都是一如既往的商标 但是耶伦今次的讲话代表什么呢? 中国的清洁能源产能过剩 是不是真的会为世界造成危机呢? 为什么又不是加速全球环保的进程呢? 还是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呢? 但是如果真的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的话 他们又是不是真的觉得 找一个老太太来指责我们 找纽约时报报道一下 中国听到之后 就会自己压缩产业又或者去加价 又或者不再在高科技领域发展 甚至是放弃发展经济呢? 我想应该不会吧? 而且美国如果有能力竞争的话 是不是真的会派一位老太太来指责一番 去保护自己落后的产能呢? 如果他们可以物理解决问题的话 我相信就不会跟我们讲道理的了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 哪个地方生产成本低 东西就会放在哪个地方生产 这个叫做比较优势 也是经济学里面最基本的道理 作为财政部长的耶伦 是不是真的不明白呢? 明白 他当然明白了 根据彭博的一篇报道 标题是 耶伦抛弃200年的经济学原理 来阻止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 里面提到耶伦其实都清楚明白到 如果别人提供一些便宜的商品给你 你是应该要多谢他们 这个是基本的经济学理论 所以耶伦完全明白 但是不知道他又有没有觉得 iPhone和Tesla有没有产能过剩呢? 你们的军备武器又有没有产能过剩呢? 卖到全世界 美金和美债又有没有产能过剩而影响到世界? 第三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到访欧洲 他说 在中国非常高效的经济制度面前 我们的经济正在艰难地生存 赶在和欧盟开会之前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4月4日再将矛头对准中国 他在活动里面不断去渲染中国经济被欧美带来的挑战 宣称中国令人难以自信的经济增长 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美应该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 共同应对中国经济模式对西方所谓的经济开放体系带来的挑战 戴琪呼吁美国和欧洲联手去反制中国 包括采取防御性的措施例如关税 以及一些进取的措施例如提供优惠 以修正一些不符合欧美利益的市场状况 戴琪明显希望借中国去团结欧盟 但是在欧洲的媒体看来 戴琪大谈中国经济挑战 不过只是团结欧盟的手段 考虑到欧美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分歧 戴琪今次的鼓动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成为欧美潜在磨擦的根源 大家还记不记得俄乌战争的时候 欧洲的情况呢? 在亚洲的你可能真的会不记得的 因为你的能源和粮食价格都没有什么受到大的影响 但是欧洲的人民就应该不会不记得了 跟了谁走 听了谁的话不去劝交而是选择去递武器呢? 究竟是谁断了他们的天然气呢? 是谁发了战争财 以四倍的价钱去卖能源给欧洲呢? 是谁禁止荷兰向中国出口光刻机 去打烂荷兰的饭碗呢? 美国当戴琪是猛婆汤? 去说几句就可以令他们将这些东西忘记得一干二井? 重点是以上两位人员出访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即使真的跟中国又或者欧洲谈得成 拜登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连任 剩下的任期是否真的可以实施新政策呢? 到底是来做戏 还是想吓一吓中国和欧洲呢? 美国是否真的没了招 所以方全大联才会这样做呢? 我个人觉得 对于中国的崛起 他们应该没有太多的办法 更不要说一套全面的策略 以我看来 美国如果不可以迅速地完成对世界的收割 如果不可以对这34万亿的债行进行大幅的压缩 如果没有办法带起新技术 AI的工业革命去创造出巨额的利润 如果美国国内不可以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 美国真的可能会面临崩溃都不定 试问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甚至是哪一个组织又或者联盟可以扶得住它呢? 我对美国最近的步伐真的有点看不透 你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你们的赞好和留言互动会令到我的影片更容易被推送 所以千万不要论识你们的意见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回到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频道继续营运下去了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有多了一个Thanks按钮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